另外来看到这则是实惊不昧 在台中一个二十八岁的清洁队员 整理就医回收 发现有一袋现金 这一看多达二十八万元 他并没有把它占为己有 赶快的报案 警方从这个钞票当中找到了收据 从中再去找到这个主人 是一个七十二岁的阿嬷 原本这个阿嬷接到电话 还以为根本是诈骗来骗她的吗 后来才想起来是在大扫除的时候 丢掉了常有现金的旧衣服 还好她倒做回收 那么因此这个钱失而复得 警方拿出点钞机要清点千元大钞 结果钞票久放失气太重 点钞机点不了 远景人工清点后 发现一共有二十八万元 数目不小 这是一名清洁队员 在整理就医回收时捡到的 大家很紧张 想要赶快找到施主 可能这笔钱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远景在钞票中发现夹杂的收据和发票 而收据都是做回收拿到的收据 警方就凭着这张收据上的资料 终于找到施主 是一名七十二岁阿嬷 阿嬷和先生开心的送上水果 向警方答谢 大概藏私房钱藏到忘记了 阿嬷接到警方电话 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 后来才想起前些日子有大扫除 把藏私房钱的旧衣也一起丢了 忘了检查 提醒民众过年要丢掉家中物品时 要前前后后 仔细看看有无贵重物品还在里头 阿嬷是刚好遇到好心的清洁队员 食精不昧 才得以找回存了多年的养老金 华师兄王善杨宗颖台中报道